十月番里在B站上有不少的群像动画 可这些动画成绩都很一般 不少都成为冷门番 如Love Life 红校学员学员偶像同学会 满意的水果榻等 在日本人气都挺高的 在B站时数冷清 然而B站在一月番里又独家买下三部新群像美少女动画 这回这三部能够打扩容易成冷门的局势吗 01偶像荣耀IDOL What Pride 这部动画跟名字一样 是一部偶像化媒体共同戏化的作品 目前在网络上已经有相关声优歌曲推出了 这样看来跟催眠麦克风有些像 就是为了宣传声优歌曲 以及后续演唱会之类的 但值得注意的这是一部原创偶像动画 而编剧则是《花田石灰》 这个名字对于不少老二次元来说是相当熟悉啊 写出不少经典作品 该塞克优声 中二并也想谈恋爱 命运时之门铃等 编剧能力一流 所以这番值得期待 02装甲娘战机 次元范君看到这番的时候是想到突击莉莉 都是激战题材 一群美少女拯救世界的故事 包括画风都非常的相似 动画制作公司是Studio A Cat 一家小型动画公司 四月时上映一部求勇 也都是清一色都是美少女 但口碑一般般 画风很堪忧 如今装甲娘战机 仅从一个PB还无法断定画风 会不会像球涌一样崩 但冲着声悠悠冯田离乡子 孙川离衣 浮云林乡 大西沙之 攻下早季 追了追了 03句偶像 跟偶像荣耀 IDOL YPRIE 一样是一部原创偶像动画 都只是故事背景比前者要负责一点 这番是涉及到世界神秘灾害问题 而PB的结尾也给出一个令人好奇的画面 感觉这番看似轻松 实则是会发刀 在另一方面 动画制作背景比较强硬 制作公司是Who's Entertainment 出品的作品质量比较稳定 编剧是大支庆一郎 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 五等分的花架 英语暴月等都是他担任编剧 深游有花则香菜 M.A.O. 山本希望等 看完这三部的介绍 对于他们会期待 亦或者会担忧又成冷门吗 M.A.O